在寒冷的耶旦节 台湾的运动员爱心不乐人后 中央职棒一大新牛教练冯盛贤 举办了一场公益高球赛 为早场儿基金会募款 包含了王健民 胡金龙等等 20多位职棒球星 今天不打棒球上场挥干性爱心 他们打小白球的逗区模样 当场制造了不少销流 原本投手王健民 打起高尔夫球 假释十足 25号耶旦节这天 20多位职棒好手都起了个大早 来到高雄的大岗山高球场 参加这场公益高球赛 为早场儿基金会募款 包括林志胜 陈庸基等 中职各队的球星都来拱翔胜举 虽然球技生疏 但能用这样的方式做公益 球员都觉得很有意思 平常都只有回来台湾才有打 然后在美国那边就很少 对啊 可是预测也要一百多干嘛 看完认真的健载 来看林哲轩打得怎么样 哎呦 掉下轩 又不是在打棒球 居然还给我来个挥棒落空 也难怪场边的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跟罗杰安一起来啊 我们两个都是装备组的 对吧 就是他穿着的笔鞭好 然后不是很会打 就是不要太多干就好 就尽量打进去 YES 看到选手们冒了第一弯 在寒风中灰感 球赛的发起人 一大教练老帮冯盛贤 各位感动 努力了一个多月 看到选手来那种自发性的 那更感动 而且选手都是自发做志工 然后每一个团结他都会来帮忙 有他们来之后 这个活动整个都更漂亮了 除了职棒球星 还有超过五十名球友 以及三位高球女将 都来参与球赛 总计莫得超过一百五十万元 要送给早产儿最棒的耶诞礼物 有点TV 甘帮节 李爱诚 高雄报道